中国超模西梦瑶预赌王的儿子 何优君结婚后 经常在各大综艺节目上 分享夫妻两人的恩爱生活 没想到近日却有狗仔拍到 两人在街头吵架的画面 从狗仔曝光的影片中 可以看见西梦瑶戴着帽子 身穿黑色外套 对着何优君说话 脸上的表情似乎很生气 何优君则是摸着她的肩膀 试图安抚老婆的情绪 但似乎没什么作用 最后西梦瑶还是没消气 两人也结束了对话 离开吵架的地点 似乎是走向车子的方向 因为两人每次公开露面互动都很恩爱 因此相关影片曝光后 网友都纷纷惊呼 第一次看到西梦瑶这么生气 何优君摸摸老婆手臂都没有用 又网友认为西梦瑶可能是对着老公 吐槽别人的事情 而老公想安慰她 并非大家猜测吵架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